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户外运动里面它其实包含的很广 像我们学了怎么样滑督木舟 怎么样滑雪 怎么样攀岩 怎么样去使绳口 所以它是陆地上的这些比较野的活动 都不是不止陆地上 我们学翻船 学划船 所以你也下过海了 这回你也上过天了 对 因为等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我对澳大利亚户外运动的一个 就是那种那种学习的一个乐趣 就是几乎把在澳大利亚本身本土学生自己喜欢玩的东西都学了一个遍 这是在高中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忙 也是比较忙着玩的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更男生一点 比较喜欢车类 摩托车类 还有其他一些自行车就是也是户外运动 阿德雷德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离山非常紧 可能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你就可以上山 山路非常美 就只有出了国以后感觉没有父母的羁绊了 乖野 可接着玩了 而且我记得最清楚 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当 只有我是第一个选 我是第一个选择学outdoor education 这个中国人的 经过一学期以后 我们班所有的中国学生 全部转到outdoor education 首先光玩 我们俩满分 因为当时学says的话 等于是二十分满分 我每一学期都是十九二十 所以你都玩什么当时 我们主要像一周有四节课 有两节课是室内 两节课是室外 室内的时候一般都是讲怎么样学理论 怎么样做激旧 怎么样做打升级 怎么样survival 这些常识是在学的 但是另外两节课一般就是去拍眼馆 或者去游泳馆 学潜水 或者去海边去学划船 冲浪 然后这些都是差不多一学期都会每周都要去 所以你看你是现在是会飞行 会划船 会攀岩 会骑摩托车 还有什么你没玩过的吗 就是玩命的你都已经玩够了 差不多跟玩有关系的都会玩一下 像男孩最喜欢玩的玩枪 你也会 你也会 不是会是有执照 而且是属于正规的就是娱乐性嘛 因为澳洲不像美国一样 枪支是属于sport hunting permit 所以它主要是以娱乐和打猎为主 你是一个很喜欢刺激的人吗 不是 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玩这么刺激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最大的感念就是流去澳大利亚最大的 首先就是你要玩一些国内能玩的东西就没有意思了 唱K 玩游戏 跑酷 然后对 这一些在国内能玩的东西你在澳洲没有意义 在澳大利亚这么好的环境你的主要就是室外环境和整体的没有人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测试 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的任何娱乐性或者任何的东西它都非常安全 所以你觉得你算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吗 其实一出国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很亢奋 就是很多新东西 如果你不学的话可能这辈子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就想趁着有精力有功夫的时候就各种去学 像澳大利亚所有的outdoor的这些玩的东西都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像现在所有人都喜欢玩潜水 那都是几年前就是后几年前之前我们的玩的东西了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 而且你能去一个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 所以那天空 陆地跟海洋你更喜欢哪个 我其实更喜欢天空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能让我走得更远 那么一预触 livro文字幕售仓 什么 文字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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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售